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十八集开年大戏《莲花闹海棠》第二集 咱们今天接着讲故事 杨柳村、李渡两家针锋枪队 这村里边新一届的村主任选举 两家人更是打得不肯拆交 而最终支持战胜了一届 杨柳村难得这么一大学生 研究成童兴灵 人家当选的村主任 童兴灵这个人很特殊 既不姓李也不姓朱 可是呢 他跟李家的李海龙副同学 他跟杜家的杜燕是初恋情人 现如今又成了杨柳村的村主任 比如说他要夹在这李渡两姓当中 他这日子可不太好过 以前我们讲过 村里边的一座古牌坊 是引发两家恩怨的根源 现如今童兴灵刚刚当上村主任 就张罗着要动这杨柳村的牌坊 这牌坊可不简单啊 据说是当年一个什么皇上 亲赐给这杜家的 那么两家人为了这牌坊 动不动搬不搬 闹得是不可开交 刚刚消停下来 童兴灵为什么又出来调这事呢 您说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童兴灵他能不能摆平 这李渡两家的关系呢 他的这个举动会不会给他和杜燕 本来就不温不火的关系 再浇上一瓢凉水呢 潘草 潘草 从村主任来看点啊 杜阿姨 我稀罕谁来看我 看我又不多长二两绕 我说胖嫂 你怎么这么说同村主任呢 杜阿姨 您是看着我同兄弟 从小川开单扣长的 我要有什么落得不好的地方 您敞开了说出来 我一定敢 改不改的我哪敢说呀 别把你叫坏了 你怎么拿水泼同村人呢你啊 我没想喝水 你没闻到一股恶臭味啊 我拿水冲了还不行啊 没事没事 这些情况我都挺熟的 你不用陪着我 先回去吧 那行 那同村主任了 那你自己小心点 我先走了 杜阿姨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您啊 你这彻处都针对我 所谓说得好 别敢不通态了 也得拿个如山捅一下 那我要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您是不是应该让我知道 你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 你样样都好 好得不得了 好得连放屁都是香的 杜阿姨 其实呢我就是觉得 我是咱们杨柳村培养出来的 回来报效村子呢 是理所当然的 我呸 你还真以为你那屁是香的 你还顺着那根儿往上爬呢 你是不是 说得好听 那是报效村子 那说得不好听 还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那屁股一撅 我就知道你要大闹天空 你那屁股一翘 我就知道你拉屎拉尿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是在场底混不下去了 才到我们乡下来混口饭吃 亏你那些傻子 还把你当成像琢磨呢 杜阿姨 杜阿姨 我这就弄不明白了 您说您设个圈让我钻 挖个坑让我跳 说的话横着竖着都在刺儿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您这么恨我 人生父母一样 人心肉一丈 你自己做了什么缺的事 你不知道啊 你还问我 我什么都没干啊 欣平你来了 杜叔叔 哎呀 你可是我们家的喜客啊 别打明小事的 那姓明是你叫的吗 人家现在是当官的 得叫川主任 别别别 杜叔叔 这叫声音听着心情 你也是 叫你买瓶醋 你买哪去了 我跟你说 我要用他拌菜 爹跟你杜阿姨一般见识 他是头发长 见识斗案 副斗人家 前段时间 就是在柴 排庄那事情闹得凶 跟着他身上都在 心情不好 这说话呀 难免犯冲 其实 他也不是针对你的 杜阿姨 是为了排放的事 你还紧张他干什么 快过来帮忙啊 哦 那个 那你就先回去啊 以后来玩啊 好好好 走了 老婆 我来帮你忙 好 你从我们家出来 到时候走房 走房 你身上 太热了 那个顺道 冲了个凉水走 我妈 她就那个脾气 你得见 没事 没事 小风一吹挺凉快的 那个 我再去别人家看看 你先忙 你身上 还是你先走吧 走吧 我 你身上 佟清明第一次到度假走访就碰了个钉子 咱们以前说过胖婶这个脾气 那是非常了得的 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佟清明跟自己的闺女杜宴之间 曾经是有那么一段感情的 后来两个人突然间这个感情戛然而止 无疾而终 可是对胖婶来讲 那肯定上了自己的闺女 一定是你小子做了什么对不起我闺女的事 所以他当然对着佟清明 虽然您是贵为村委会主任 但是你也没好态度 你也拿他没办法 佟清明其实啊 还有这个杜宴 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是有隔阂 但是什么事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感觉到 他们心里边都牵挂纠结撕扯 都还有对方 所以他们才若即若离嘛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您别着急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看到了一线曙光 亲爱的 你慢慢飞 小心前面的玫瑰 在看待 你们几个在这干啥呢 这好好的排法 给他回去了干啥呀 村主上我们来弄的 谁 邓主任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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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啊 胖子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哎呀 你咋的还有什么好 胖子我跟你说 不好 胖子 那有人发不假祖烦呢 什么 谁 同学名啊 我看见他带人去你们家的 旁边 他击砖呢 来那 好一个新官上任三八五 他受给谁看的 他 在啥这是 我看那是老五头像打蚊子 他活着不来 放下了 又有好戏看了 好 好 你 你们干什么 你们 哎 你们都给我滚 滚 滚 滚了 滚了你们 你们滚了 滚了 滚了你们都给我滚 你们干什么你们 是村主任 让我们把字围切的 他让你们吃吃 你们吃不吃 你们谁要是敢动 我跟谁拼命 他投信没什么了不起 我看他是吃不硬了 想翻上天了 老年今天跟他心脏就脏 一起算 清明 别人说 找我有事啊 没事 你这不是刚当上主任吗 有些情况可能不熟悉 我过来看看 能不能帮你什么忙 暂时还没有 劳烦二十分心了 哎呀 清明啊 哎 除我呀 清明 说句老实话 你说这主任要不是你当啊 换走其他谁 你说我能同意吗 啊 这么说吧 杨柳村 只有你有资格 接替我打个这儿班 嗯 从屋工作呢 我是新手 以后的工作中啊 还需要你们这些老前辈 多多绝电 快看 看这儿的吧 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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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皮黑人 什么皮黑人 皮黑人 就打打打架 好 快点了 快快走 清明啊 现在你看我大哥这位置是你在做的 他生前没完成的心愿 你说是不是又该你来完成啊 啊 你看我大哥生前一直忙活一件事啊 他就是想把咱杨柳村的骨牌房搬到桃花村景点去 这也算咱们杨柳村为国家旅游事业做点贡献不是吗 红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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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嘛啊 红西明 听你毛都没长齐的兔崽子你哪来的那么大胆子干 逗我们度假的牌房 原来是你的老污秽在后面使坏呢 老污秽 你凭什么躲在后面指手画脚 你以为冲武汇是你说了算数吗 你是得了狂犬兵了吧 你怎么见人救养我 我咬的不是人 吃手我干 还有你呢 红西明 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官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你要是叫那些人不赶快停手 我让你立马下课 你说哪段冲啊 哪头算吗你 真是 你不照着自己 你回回回看看脸能长高吗 你就变个男的 他也下不了课 老污贵 你就试试瞅 听见没 主任 这要弄你下课 你看就这数字 该不会是叫人猜牌房了吧 你也说 你的心情呢 我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李大白这个想法 不是很妥大 多阿姨 我想您是误会了 我没有让人去把牌房牵走 我是让他们在牌房周围 收一道墙 起一个保护的作用 这座牌房经过这上百年 已经成为我们洋冷村的一道风景 还是远近文明的文物宝贝 对了 就在前两天 你们家的牌房啊 已经被正式批准 成为文物保护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村委会 就有这个责任来保护好它 正好 今天好多相信都在 我先小方位的宣布一下 这座牌房呢 虽然是度假祖膳留下来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我们洋冷村的公共财产 也是我们洋冷村的标志 那么以后大家就不要再提什么把牌房牵走的事了 好吧 是啊 这事该村委会来管也好 免得他们两家都在这儿 多阿姨 您觉得怎么样 那既然你们单关着都发了话了 我还有什么傻说的 那就好 别人说 那是我们度假的牌房 他有什么资格说话呀 我有没有资格不是你说了算 我不跟你婆婆一般见识 我们李家先来讲道理 不像你上海一针乱全老猫 你老无故鬼 闭上你的臭嘴 行了行了 都不要吵了 那个事情解决了 大家都回事吧 该忙什么忙什么 虽然李世君是口不心不服 但随着这一股围墙的修起 杜李两家一直争执不下的牌房风波 总算是又重新回归了久违的平静 童星明新关上面的第一把火就烧得忘水 杨柳孙上上下下 无不对他交口称道 怎么样 轻松还行吗 还可以 稍微再重一点 好 一会儿洗完了要不要修一下头发 就把定脚稍微修一下吧 不好意思 你稍微等我一下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清明 清明 你等我回来 怎么了 我 我想谢谢你 谢谢我 秀什么 哎 咋子 你是家里停水了还是有钱没地儿花了 跑这儿来洗澡来了 哎 跟你说话呢 哎呀 你干啥呀你你整我一身泡沫啊 咋子 你想跟我换衣服啊 这老板也真是 洗了一半就走了 走哪儿去了 走那儿去了呀 真是 这生意不做下不来啊 谢谢你 把我们度假的牌坊保护起来 你都不知道 我妈这段时间啊 就像吃了平缓燥热的补药一样 脾气都变好了 这个不用谢我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只是以前呢一直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嗯 发廊生意怎么样 挺好的 哎 我店里还有客人呢 那你还不赶紧回去 我要是客人早跑了 不会不会 没事 难道我的洗发水没冲呢 那我先回去了啊 嗯 谢谢你啊 秀明 洪兴明 要不说这个知识改变命运啊 对 确实了不起 你看人家这个事情办的那是非常地妥当 哎 成功地化解了李渡两家由来已久的这个矛盾 哎 当然也让他跟杜燕之间的这个关系缓和了很多 当然我们要解释一下 杨柳尊是依法逐机上报 让这个牌坊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文物保护法说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政府合定公布 并且报省自治区职压制人民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 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文物保护单位 和未合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作业 并且公告实施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牌坊 他已经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了 所以你看佟清明就非常的聪明 他把牌坊通过这种方式留在杨柳村 那就可以让杨柳村发展旅游了 这一下大家伙 那对这个佟清明 心服口服 佟清明的工作能力一下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一直争论不休的李渡两家 这回呢又把争夺的焦点就瞄准了新上任的村委会的主任 我看见泡菜坛有点生花了 就倒了点酒进去耽误了一会儿 这就这样啊 该干的事情不干 不该干的事情啊瞎干 让你往东里偏往西 这老太太等着泡菜下饭呢偏去弄什么泡菜坛子 你带草食材啊 都不知道你还当仇气吧 吃饭 我去玩了 没有 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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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宝贝来这炒啊 你吃饭了 好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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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吃饭来了 我今天来啊 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 想不想听嘛 不想听的话 我立马走人 听了 我做了吃饭 你这都是没得重要的事情 该吃饭还是要吃饭 这个不等我说了说 走走走走 我跟别人不吃爪子啊 那开人家就拿碗天盆是 那啥你 你少给我盛点饭啊 我饭量少 一碗 弄平行行 好嘞 谢谢 各位各位美女 大家好 拥有政策和战 在这下的大家标准 首先为大家 人工 计划上 条例 第一条 为了设计 行划上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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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事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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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晴天霹雳 前景可怕 怪不得同心名不愿拆牌 而且啊 这杜家 你说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杜样不行的话 那杜小莲跟这就上来了 想想吧 这下越想越可怕呀 你两个也是不真情 知晓得生 哎 这个的妈是生个女儿嘛 哎 不少加个春族人 保不定了 还加仙丈 哎 不懂婆婆的妈 也跟她长会儿光嘛 妈 这太现实了吧 想当初怀孕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呀 三儿子她那次肉 生女儿过那次菜 对 啊 现在想孙女儿啊 可惜我啊 是个吃肉的妙 哎 好了 不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巴 哎呀 我呢 倒是有个万全之策 但是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采大 叔 你看啊 童姓明他爹妈死了早 这后爹后骂这事儿 咱就暂且不提啊 但人童姓明的爷爷呢 活得上好啊 而且童姓明跟他爷爷从家在一起长得大了 感情非常深厚 哎 你说李家这女的闲着干啥呀 闲着干啥呀 闲着干啥呀 直接嫁出去给童姓明当后买卖 那个时候李家在养老村 要风得风 要雨来雨 至少这天 想要啥就来啥 就干啥 眼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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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虽然说这是个笑话吧 但是虽然说这是个笑话吧 但是虽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我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年 小莲 小莲 我也是特别出任何事情 能不能帮我恐怖一下 什么事儿啊 不错 不错呀 自从小莲进了宝贝站之后 他的歌都是小字小调的了 是不错 听我请教的 干你了 谢谢啊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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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莲 清明哥 你刚才拨的什么通知啊 害得王志花跟米布布布 我差点打起来 啊 那堆黄牛是李家的呀 我不知道 是你跟我说的 你说要尽量帮村民办好事儿 就算是一丁点问题 也要尽量想办法帮他们解决 那你也得先整个脑子呀 那果木里边拨出来 王志花又不是笼子 你得先在脑子里边 做个玩儿你知道吗 免得好心帮坏事儿 你知道我是好心啊 你这好心哪 把我可害惨了 应来那句老话 好心成了驴肝肺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王志花跟李伯伯是一般人吗 两个人真接对卖忙 我口水都说干了 才把他们劝过你 那说明 你很适合做妇女工作呀 因为你比他们两个人加起来 还厉害呢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你刚才是没看见 那王志花光一脚踢过去 我去李伯伯啊 李伯伯啪一个打热光 我又去王志花了 要不然呢 等他们真的打到一起 我估计现在都得抗医院 真的呀 星明哥 这么平白无辜的来两下 真够憋屈的 疼不疼啊 你说呢 要不你试试 那要不我帮你揉揉吧 行不行啊跟你开玩笑呢 赶紧回家吃饭吧 好了 我十幾晚上中有把劍 跑值班半倒出來 滑白地劍高拋了 這件最重重 跑得遠 有你們兩個滑白地劍的嗎 現在不是不受苦澈 十足傷不肩負 為什麼過了太平時間 這就大了們光骨 什麼啊 你是滬光耐照啊 還是當衝粉絲地發出來的 你不奔情無召白,你跑到我們家門口來那邊的嗎? 你是不是嘴巴癢癢了? 你嘴巴癢癢了,回你們家中間去撐出去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去找王翠花去? 我不奔情無召白 那個大老爸廣播,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要不是那個賣家教的姑娘 通通保險,三公天后 那個一根筋的王翠花 在那兒搞得我怕沒有觸碰 幾十歲的人老,跟畜生一樣的一般見識 怪不得你們家畜生都不懂你呢 原來是你們祖人家叫的 實話叫這個狼狗 畜生陶醉,中間還懶惰就吵人好 你個死老太婆 你別以老賣老 你要是曬個胡說 我撕了你的嘴 土都埋到脖子上來 你記一點口德吧你 我又沒去哪個祖民狗行 你叫啥子記嗎? 純粹的這小子 有個草娘頭老子 生了一個嫌傻中 他真的圍氣 因為這圍,還要死幾年 你 小爺,那你不行 小心風狗咬著你 這小爺爪中 他,他,他今天 他跟報仇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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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嗎? 這事跟小林有關係嗎? 他就是一個廣播員 說白了 就是一個新聞發言人跟話筒沒什麼區別 別對誰罵誰了 阿姨,失誤會啊 小林,失誤會 別往西那邊去 走 哎呦,我的老叔總美 我不喝了 我喝了 我喝了母的瓦語 去幫他去白個索張 當他任個到人了 阿 你那獨家幫小福利家 給你抓好的面子有嘛 要幫他拿走 啊 笑什麼笑啊 買良心的東西 啊 白為了幾次 啊 趕快下去 別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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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小子今天怎麼了 葫蘆你賣的什麼藥物 媽 剛才廖太婆說的 是不是真的 你回答我呀 這個問題已經憋在我心裡邊很久了 你是信別人的還是信你媽的 無風不起浪 我經不起別人那麼一次次的說我 我想知道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沒有的事 哎呀還處在外面幹什麼 讓別人開笑話 走 進屋裡頭快點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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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不要 快點 撒 撒 拉 把他忠龍 住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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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我答应你,三十岁以前我不去学会儿 这样,我今天把话撂点儿啊 我要中点大钱的话,就不去学会儿 我看你,那是你教你了 但不见婆娘,要等我们你教不得好 我的人,你死狗遗憾 你不知道你还跟我出来欺负吗 不要去,不要去,搞的吧 行行,别言了 你还去告我们,你那么凶,谁也不知道啊 你要再这样,我跟我妈搬出去住了 什么,搬啊,我又觉得家里现在人多了,挤不下了 让我回班儿,老娘一天不死都论不着你开枪 刚才我和五海家人最骂的时刻 你躲去吧,张远 哎呀,你跑出来受风凉了 你那是八字当了出来,还搞什么 妈,别成天骂这个骂那个 小夏,把你家的人得罪完了 你有一天,老得这么动的时候,没人喂饭 老两句,我吃得不了你,我饭 好了,好了,一个少说两句 吃吧 吃吃吃,吃得平 老两句都吃饱了 我把我吃了 奶奶,奶奶 你不吃啊,不吃我们吃啊 大小快的 好 李老太太一席话揭开了杜家人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提起的伤疤 什么呢,杜小莲的身世 孙女啊,那传闲话有人就说杜小莲她爹另有其人 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呀 这胖婶当然从来不提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真相,谁都不知道 可是呢,有那么一句话 无风不起浪 村里边的流言蜚语经常会有 还时不时能传到杜小莲的耳朵里 那么这件事情杜小莲听了没有 好,听了 但是她可不能说 只能放在心里 这一次李老太太又把这事翻出来 拿她当个事来说 摆在台面上说 这一项杜家的关系 就彻底降到了冰点 爸,别光喝酒,你吃点菜 你也是的 这么半天了,筷子都不动一下 赶紧的,一会儿都凉了 你也不怕喝死你 那李家男人短命,你也赶紧觉得不想货了吧 干嘛去 放地下 吃饱了,坐下 我去做什么念慕的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别让我,我童来做十分之久 就够呛的了 家里人还给我气瘦的 谁给你气瘦了 这不是怪那个李老太婆吗 行行,别哭了,这吃饭哪 别哭了 救命 、想要驾走 杜家,先 操�eld 洞小典 逅都废了道,雀小典 助云全身高小寒噥 妈妈 李海龙 你个小兔崽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的 妈妈 他妈妈我说小赵说 小赵不是啊 别想忙胡说 海龙 白龙子 他是狗老爷 哎呦 太聪明了 老大 都生个妈的 四老太婆 有你这么教育孩子吗 就像你这么教育 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粉钱买给你一支 哪个不小赵 这第一支 他宅了个妈 你比啥种蠢子 你再骂一句 小赵赵 小赵赵 我撕了你的嘴 老爷还怕你了 不要去吧 你不是爱喝酒吗 你喝呀 你喝死了 一两八两年 人家说些话 好好好 不喝了 不喝了 你别再哭了啊 让人情在笑我 人家约是 不让咱们好过 咱就再落实实的 把它过好了 好吃好喝 对 妈 来来来 赶紧吃饭啊 你别说啊 我怎么觉得今天这个菜的味道 它是特别的好吃啊 嗯 去看吧 来 来 吃饭吧 我刚才的妹妹 怎么吃 我会吃 听话呀 你这是堵什么气呢 我想问你 想问我什么呀 算了 反正问了你们也不会跟我说实话吧 有什么话想说你就说 问吧 我想知道 他们说我那些难听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然不是真的 这李家人你还不知道啊 别的本事没有 造谣生事那是一等一的本事 别在意那些话啊 你是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吃饭 来 我来 老头子 我来一趟 别这样 老太婆 你要这样的话 你不是在整我收呢吗 是吧 行了 别多想 我再收拾 哎 谢蓝嫂 胖婶 你出去啊 要不都有个活动 您这是上哪去啊 杨慧芬约我 去看他几个子女 让我选一个好的 给我们西明介绍 什么 他给西明介绍女朋友 那可不是嘛 他挺热心的 我们西明也快三十了 也该成家了 这倒是 谢大嫂 我都认识几个好姑娘 正准备介绍给西明认识认识的 真的呀 那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不过我已经答应了 汇芬了 那怎么办呢 哎呦 这扯个幌子 把它推掉不就得了 那怎么好推呀 这泼出去的水 怎么能收回来呀 谢大嫂 要来了 谢大嫂 快点啊 我家几个侄女 还在我家等 等了 谢大嫂等 等了 我有个远房侄女 跟西明是小学同学 咱们要不让他们联系联系感情 这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 有共同语言 再说了 也是青梅手马 是不是 啊 啥 说抢业务 要分个先来后到吧 喂喂 喂喂 海龙 谢大嫂 现在聊什么呢 给新明介绍女朋友 好事啊 新明多棒的小伙子 从小跟我一会儿长大 我还不知道他呀 哎 你看 又是研究生 又是村官的 哪个女儿嫁给他呀 嘿 八辈子修服了 如果咱们在十里八乡呢 还真没有去配的账头 你知道什么呀 就你这样的混混 有哪家的好姑娘 愿意介绍给你呀 要说先来后到啊 我那侄女儿和新明是小学同学 是青梅竹马 十里八串都难找到好姑娘 想的呀 就跟那七仙女似的 跟新明啊 那可是天造一双地设一顿 是绝对的般配 一般七仙女啊 说说你家都业吧 这还没结婚就有了小孩 说这个谁比得上呀 哪家的男人娶了他 说吃这喜糖 就当现成的爹了 这说童新明呢 你怎么扯到我女儿身上去了 你什么人呢你 那个咱们跳下一环节啊 跳下一环节 不了解了 那是 你都别说了 这谁呀 大姐 我想问一下童新明他们家怎么走 你哪来的呀 找他干嘛 我是他大学老师 我想来看看他 老师好 你好 我是新明的铁哥们 我叫李海龙 你要找他呀 找我就对了 我带你去 好 谢谢 走 谢谢大嫂 周平等着呢 你没看到 我有客人 我和海龙 带他去见了新明 一会儿我就过来 哎哎哎哎 现在早 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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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急干嘛呀 就是个老师嘛 又不是童新明的女朋友 哎 这位老师 你才不会是他老师吧 那么年轻 女朋友吧 来说 人与大学老师 长得又漂亮 又开个小车 到农村找鸡名 您说啊 这里边 嘿嘿 您的意思 是说 他是童新明让女朋友 这还看不出来呀 哈哈哈哈 有些人还想看 村主任这么亲事呢 没想到 那是蝴蝶飞到菜卦上 哭哭习一场 哈哈哈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东西赶了 新明 新明 哎 表哥吗 新明 新明 你看 我把谁带来了 不是我 新明 你怎么来了 眼看着 童新明跟杜燕之间的关系 刚刚有了一点喜色 这杨柳村里来了一位不俗之客 这个人啊 他自称是童新明大学老师 可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这个人跟童新明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 其实这个人呢 哎 他还真有事 他跟童新明和杜燕 五年之前感情无稽而终 有着莫大的关系 他的出现 也即将让童新明跟杜燕 彻底的翻开 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童新明跟杜燕 将会如何面对他们心中的情感 两个人的关系 又会何去何从呢 你真的早上被男性戴一辈子 一辈子也不长 就是天底下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招他当女婿 老天爷为什么跟我看这样的玩笑 新明是挺好的 可是海龙也不错呀 生日快乐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 我们很能回到失望 新明哥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女朋友啊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主持人 王校龄 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